一個晚上連續發生了四起有感地震 中央氣象署地震測爆中心表示 這四起地震都是菲律賓海板塊跟歐亞板塊碰撞所導致 低牛頻繁翻身 從20號深夜開始全台連續四震 而根據中央氣象署地震測爆中心資料顯示 從晚間9點56分開始一直到隔日21號半夜 連續四起的有感地震 正樣都集中在東部海域 平均每13分鐘就晃一次 最大震度發射在第三震 台東線二級規模5.6 但就有民眾發問為什麼這樣都集中在滑東 但西部地區的搖晃程度卻比東部更有感 剛化那個是屬於衝擊盆地 所以當震波從中間送過去的時候 在平地的地方它比較容易有放大的效益 它算是地震蠻耗發的區域 它位置比台灣也比較遠 它規模是4到5之間 所以它基本上對台灣的影響是不大的 能量釋放都是比較好的事情 雖然氣象署表示這是正常的能量釋放 但前中央氣象局地震策報中心主任則表示 花蓮外海頻繁發生地震還是得留意 它也引述日本專家針對台灣跟宇納國島周邊的地震觀測 估計未來30年周邊地區發生規模7.0至7.5的可能性為90% 比有可能引發海嘯發生 暗夜地牛翻身不少人被晃醒 但也還好沒有傳出災情 不管規模大小還是得多加主意 記得綜合報導